原标题 殷商时期就有记载 历史上著名的太监有秦朝的赵高 老乃 东汉的发明家蔡伦 后汉三国时期张让为首的石藏氏 唐朝的杨思絮 高丽氏 宋朝的同贯 明朝的正和 王震 刘瑾 魏忠贤 清朝的小德章 李连英 安德海等 太监有对皇帝忠心耿耿者 有野心膨胀 拥有巨大权力者 有建功力也为国家立下不小功军者 不亦而无 宦官干政 是用权力与财产 与对身体缺失的补报宦官群体 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 被人们称为不男不女型群体 扑似现在泰国的人妖 他们渴望成为男人 却因为去的事 而不能成为男人 他们想变成女人 却又没有女人的交配功能与生育功能 他们是一个没有幸福的群体 终身成为皇帝的附庸而苟活于世 所以 凡是宦官骨子里 都具有一种自卑感 急需用其他方式来补报 以证明活着的尊严 所以我们看到 一旦有时机 太监们会用其他方式来出人头地 使圣司马迁写下万古流芳的诗迹 蔡伦发明了蔡侯旨 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 这些都是正能量的宦官存在 但更多的表现 使利用在宫中接近皇帝的先天优势干预朝政 攫取权利和财产 史上出现了大量的太监 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展开全文秦朝的赵高 便是史上第一个有名的干预朝政的宦官 秦始皇时期 他潜伏在宫中不敢动手 等到秦始皇驾崩 他竟然敢私改圣旨 与李斯和牟利胡亥为帝 赐死大公子扶苏和边将蒙田 且在朝廷指路为马 不可一世 最后被秦三世子英用计杀死 老矮是吕不韦献给赵太后的一名假官官 这家伙做得更过分 竟然与赵太后生了孩子 居然以秦始皇的父亲自居 惹得秦始皇暴怒杀之 后汉三国时期以张让为首的十长氏 获取了巨大的权势 汉陵帝称张让为父 为了消灭张让等十长氏 大将军和晋尹董卓率军进入首都 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唐朝的宦官更过分 十几位皇帝的费力都是宦官操控的 太监李府国对唐太宗说 大家在内里做 外事听老奴处分 基本上 皇帝反成了傀儡 唐朝王于藩镇割据与太监乱国 宋朝的太监干政现象并不严重 但铜冠却是一个奇葩的存在 铜冠辅助大奸臣蔡经当了宰相 蔡经头头报礼 推荐铜冠为西北奸军 领树密任时 掌兵权二十年 铜冠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 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 相当于北宋的国防部长 他还是爵位最高的宦官 唯一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同时是史上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世的 宦官 皇帝给了他这么高的殊荣 铜冠却并不是一个帅将之才 正因为宋徽宗乱用人 才导致北宋王国 明朝的太监乱国现象比皆是 大太监王振 给明英宗朱祁振出馊主意 鼓动他率军亲征瓦剌野先 而他自己主要是为了显摆自己 建立所谓的丰功伟绩 结果不但皇帝被俘 明朝差点亡国 自己也被明江樊中垂杀 另一名太监刘锦 全清朝隐 将反对他的五十三位大臣全部处死 史称 兼党冤案 出身流氓混混了大太监魏忠贤 与皇帝的诸母克室形成对时关系后 成为一人之下 一万人之上的九千岁 这个文盲掌握了巨大权势 竟然形成国内只只有中贤 而不知有皇上的局面 崇祯帝虽然除去了魏中贤 但终治王国 清朝的小德章 李连英 安德海之流 虽然没有像汉朝 唐朝 明朝那样 全清朝也获夺殃民 但却利用慈禧对他们的信任 攫取巨额财 富 从先秦到清末 这些宦官们互为了权力 互为了财富 演绎出不少故事 他们是一个值得同情的群体 同时也是一个人们憎恨的群体 有的宦官可谓祸国殃民 究其缘由 身体缺陷导致心理变态 自卑 以其他方式弥补 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宦官依附于皇室 不可避免我携于宫廷争斗宦官与皇室的关系 使人身依附的关系 没有皇室 就没有太监这个群体 清末富与皇帝遣散太监 太监制度就灭亡了 太监们因为生活在内宫 虽然皇室严令不准太监干政 但因为进水楼台 不可避免的裹挟于内宫的争斗 最有名的太监蔡伦 是一个很聪明的太监 本来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辞职 发明了蔡侯旨 蔡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名人排行榜中排第七位 但他的悲剧在于 他同时又是一名太监 不可避免的 掺和进内宫争斗之中 蔡伦曾受斗后指使 参 与迫害汉安帝的祖母宋贵人之死 后来释发服毒自杀 这样一位大科学家 就这样死在宫廷争斗之中 采明朝 本来明太祖严令太监干政 但明成祖夺了侄子建文帝的江山 在朝廷中形成两大派 一派支持建文帝 一派支持明成祖 所以明成祖朝是血腥的 他大肆屠杀拥护建文帝的大臣 那信任谁呢 不得已信任太监 我们从正和下西洋可以看出 正和是明成祖最信任的人 让他率领强大的船队出海 宣扬国威 自明成祖突破明太祖规定的 宦官不可干政铁牌后 后面的皇帝一个个都突破了这个铁牌 东厂 西厂 锦衣卫 成为凌驾于朝臣之上的太监集团所在 也成为皇帝最信任的一个团体 所以 论规模 明朝的太监规模最大 以集团的力量参与宫廷争斗 是从明朝开始的 所以 太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就是皇帝的一条枪 指向哪里 打向哪里 因为与皇帝及其他皇宫人员朝夕相处 不可避免的参与进宫廷争斗之中 东汉 唐朝 明朝末不如此 太监表现最好的是清朝 基本上近三百年太监不得参政 只是到了清末 才出现了小德章 列连英 安德海之流 但这几个人 也并没有深度的干预朝政 他们只是厮侯慈禧太后的一条条狗而已 皇家的禁令 禁不住孤家寡人 与宦官交朋友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 都把太监不得干胜写入明文 但这条禁令 却并不能得到完美的执行 究其原因 大抵是因为皇帝高处不胜寒 在心里上 皇帝确实是孤家寡人 没有几个值得信任的朋友 朝廷大臣不是一条心 分不清哪个是忠臣 哪个是奸臣 哪个是乱臣 外戚势力吧 弄不好就要篡党夺权 像王莽一样的人物引在身边 大将们吧 军功在身 搞不好就来个皇豪加身 皇帝的生活 表面排差 实际上内心孤独 而竟生了太监 在他们内心孤独的时候 便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群体 朝夕相处 颇有一种远亲不如近邻的感觉 而且他们近了身 表面上无欲无求 在东汉 除了光武帝集明 张二帝外 随后继位的皇帝大多是小皇帝 小皇帝没有执政的能力 所以 小皇帝的妈吉舅舅登上历史舞台 这就是外戚改正 等小皇帝长大了 外戚不肯排权 小皇帝又想亲政 而朝臣们 大多被外戚收满或威胁 长大了的小皇帝依靠谁呢 只能是宦官 所以 我们纵观整个东汉 就是一部外戚势力与宦官势力的斗争史 事情发展到后汉三国前期 以张让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发展到顶峰 而何今为代表的外戚势力 想消灭宦官势力 反因为积谋泄漏 被张让等人提前杀死了 后来 袁绍率兵冲向内功 将宦官们一网打尽 结束了宦官专政 同时也结束了东汉王朝 在唐朝 李世民开了一个坏头 杀兄灭地 逼父亲让出江山 李世民的内心怎样 注定是孤独的 在李世民之后 宦官们登上历史舞台 最有名的是高丽氏 唐玄宗是最信任的太监 高丽氏虽然地位很高 但他对唐玄宗是忠心的 后来发展到唐代宗时期的李府国 他利用唐代宗对他的信任 总揽朝政 和李府国同样的 唐朝求世良 承权镇 于怀恩 俱文真 田令兹等 一个再过一个 皇帝视他们为亲人 他们却换了唐朝的江山 唐朝两大弊端 一是藩镇割据 一是太监亡国 公元901年 朱温杀进长安宫中的宦官八百余人 宦官势力是阐熟的 但唐朝也被朱温取代了 从历史上看 太监与皇帝 是一种既有亲情 又有矛盾的存在 皇帝信任太监 但太监如果心理变态 胡量干预朝政 是会直接导致亡国的 明朝最后一个著名的大太监 魏忠贤是个文盲 却是九千岁文盲 明熙宗非常信任他 整个朝廷被他弄得乱 七八糟的 眼唤之祸 丽汉 唐 宋儿相寻无疑 人未有若有名之为烈也 崇祯帝虽然最后铲除了魏忠贤势力 但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